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延迟啊 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待有个东西到了对方之后 能确定把它再能组装回来 啊 明白了 在这个包头里是不是有这个那个哼 能听到啊 哼 确认号的意思是什么 我说了CCP是不是有差错重传的积蓄 我说的是什么 人数发送的时候是不是先做一个这个验证碗 放在这里 结束之后是不是再来验证 如果之间没有问题的时候就算通过 有问题的时候要求重转 听懂吗 还有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为了穿过我们的 这个就是说隐藏数据包啊 穿出穿过路由器到达其他路由的这样的地方 我们不详细讲 但是在这里看 TCP是有一些数据标志 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些的 讲网络基础的数据 其实把这些机制全部详细的去讲 但是这里我想告诉你 只告诉你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信号 注意 这六种标志只能选一个 每种TCP包 哎 我说 还记得吗 我说过 数据包传下来之后是不是要封装 啊 到了这一层 是不是要写入TCP包头啊 每一个封装的数据包的包头当中 能够选择的信息 你的这个信标志只能选一个 也就是说 你要不然是信包 要不然是什么 AC包 那 信包是发起连接包 AC可以是一大包 所以 来看这里 我这里是不是讲 TCP三个 啊 计算机A 首先向计算机B干嘛 发送了一个信包 其实这里指的信包就是什么 包含有这样一个标志的 一个完整的 IP地址包 能听吗 也就是说 它发给它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包 是这样一个包 啊 只是里面说 这个包含的这个包头里面是信包 能听吗 嗯 它接收到之后呢 它就知道 在这里信包里面 它会标含区列号 区列号在这里 它是不是说 用来标志我的这个发送顺序 但是在请求链接的时候 不是 它这里假设 原始发送的信包是X OK 那 B包现在是不是接收到了这个包 啊 它现在是不是要去响应它 啊 啊 想应它的时候 它会干嘛 把原始的信包给保留下来 然后呢 给它之上再加入它自己的AC包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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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把它 诶 我去哪儿了 到 到这儿 它是不是要给它 它现在是接收到了这个完整的包 啊 它现在是不是要再重新封装 啊 它接收到了之后 是不是上传到了之后 它把它的其中有名信息 是不是提出来了 啊 提出来之后 它是不是要重新封装 然后发给 返回给这个基酸基病 它在重新封装的时候 在这个原始包头的头部 再会打入自己的一个信息楼 这个包头里写的内容是什么 就不再是信包了 而是什么 AC黑信息 那但是这里面还包含原始信息吗 包含吗 原始包头的信息还有吗 有的 有的 但是 它会在它的原始信息包里加一 诶 原始这里现在是几 本来是个X 它假设是个X 是不是X 啊 啊 它返回的数据包 会给它的原始包头里的这个信息号 加一 用来干嘛 告诉其酸基 我什么接到了你的包 啊 而且是你发给我的包 因为这是不是就是你的原始信息 我只是给它做了一位家属 加了你 能听到吗 啊 那 但是它是不是又发送了自己的HT包 啊 我说啥 原始的这个信包是不是在这儿 它拆完肉重新返回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前面 是不是就加了一个自己的HT包 啊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确认吗 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个确认吗 啊 那它给它的这个信包的确认吧 是不是加了1 然后返回给谁 返回给A的吧 这个时候 A只要一看 这个S加1 它确定是吧 B是不是收到了我的包 但是我还要干嘛 我是不是等一下告诉A 我知道你收到了我的包 啊 我知道你收到了我的包 啊 我知道你收到了我的包 然后它怎么确认 它是不是会给这个家伙再加1 啊 然后再打入ACP包头 再发给它 这个时候它一确认拆分到这儿 发现外加了1 是不是确认你就收到了 啥意思 各位 我说 嗯 其次跟三次握手来源于这个情况 嗯 嗯 我们说 有一个数学问题 叫做两军问题 我那天是不是问你们听过来 知道 啥意思 嗯 两个山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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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头上驻扎了红军 1 和红军2 是在山脚 两个山头的这个连接处驻扎了蓝军 那么 数量比较尴尬 嗯 嗯 红军1和红军2 任何一个军队 可能连这个单独行动 都不是蓝军的对手 但是 只要红军1和红军2 两个人同时行动 就能把蓝军消灭 OK 那怎么办 红军1是不是要跟红军2进行共通 什么 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啊 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我要是不是把这个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 信息是不是送到给这个蓝 这个红军啊 然后我们约路的时间 比如说今天凌晨5点 我们共同目击 能不能 但是有一个前置条件 什么 我们发送的这个信息 是有可能会救世的 我问你 我们在互联网当中 传递的所有的数据报 有可能有吗 有 前面上见 也就是说 没有电话 不能说你打 人家的什么 我们攻击啊 他说好我们攻击 咱们不攻击 不行 他只有什么 电报也不行 没有 没有实施通修手段 数据一定会救 有可能会救 要怎么办 明白 把张美龙派出来 是吧 那交给你的 王国会的务 一定要完成啊 干嘛 告诉他 这个红军啊 我们今天找到 林车5点 这个要总归 好了 张美龙被这个封信出发了 我问你 我现在就问你 红军一敢再找上5点攻击了 他敢吗 敢吗 不敢吗 万一 爬了一半 被人丢了一枪 你这事 你去 不是早死 对吧 要怎么办 那假设 张美龙安全到哪呢 那红军二也结束了 他说好我知道 那他是不是也要想 我要不给红军一 给一个确认信息 他敢攻击吗 他敢吗 那怎么办 张美龙 你继续啊 你今天就指着你来了 你说再回来 能听懂我来说什么 然后告诉我们红军一 我知道了这个信息 我们可以在5点的攻击 听懂了 那我现在来问 红军二敢攻击吗 敢攻击吗 为什么 他确定红军一 收到了这红信息吗 万一你丢了呢 他一个人去攻击 什么后果 同样是全球后果 那这时候 红军一是要想的 我是不得给他 再确认一下 要不然这哥们是不 他不去 是不帮我腾死了 对吧 那怎么办 啊 张美龙继续啊 好 再来一点 好了 那我现在 红军一这回放心了吗 你做了吗 放心了吗 这个 如果张美龙继续没有到了 那是不是他可能 红军二是有可能 就认为这块就到了 就断了 啊 那我是不是去攻击 他是不是肯定不了 对不对 哎 那怎么办 是不是还能再来 哎 各位 这是逻辑悖论 也就是说 前提是 数据包会丢失 不论你确认多少遍 他是不是都可能是保证 他们两个人接一定不是 可以进行 你们听到 但是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我们就认为 只要确认三次 就应该足够安全可好 听懂了 所以我们采用了三次过程 听懂了 那也就是说 这些的过程 刚刚讲 宽冬飘用的过程 是不是就是 我要告诉 计算机A 我确认到了你的信息 啊 他是不是还要告诉说 计算机B 我确认到了你的信息 然后是不是才能发现 所以是不是需要 来一个人的发报 然后在他的这个 确认马上 是不是要加你 目的是不是要告诉他干嘛 我是不是收到了这个信息 听懂了 听懂了 对不对 我的一件事 你们不需要知道这种词材 你们只要知道什么 SYN是发起连接报 而ACP是什么 确认连接报 这两个次数都是ACP确认的 这是读解 那好 那我就知道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没有 是吧 计算机 计算机 对他发了一个信报 说 我要跟你发送连接 这哥们说 好啊 来吧 我等着你 然后呢 这个哥们不答理他 第三次确认不进行 怎么 那我问你 他会干嘛 计算机B 会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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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主动发起 他指示明ACP 能听到 那他会干嘛 等着 等待时间是有限的 但是我问你 对我的计算机来想 我的计算机的性能 带宽是不是都是有局限的 啥意思 我能够同时处理的这个 这个数据装请求 数量是不是有限的 这个能理解吧 我的带宽和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性能 保证我是不是只能处理 假设 我能同时处理一万人方的 能听到 那我假设 我如果找一万的计算机 同时向你发送这样的 这种信包 然后呢 发完之后 你回过头我就不理你了 那你在等待的这个时间之内 我是不是把你所有允许 都进入通告的时候 全部上网了 那如果有人正常访问你 还能够认问 能吗 各位 这种包的攻击 叫做信包拒绝服务 叫做 信包拒绝服务器 拒绝服务器 我讲过了 讲过了 死亡之片 讲过了 只要让你不能被正常的房子提供服务 是不是都要拒绝服务 死亡之片 是不是利用的是 八大小的漏洞 对吧 那这种信包拒绝服务呢 它利用的是什么 这种东西能够防护吗 各位 从理由上来说 不可能 因为信包是正常发起连接包 能听到我的说什么 你不可能把整个信包全放掉 放掉的时候是个正常房子 也无法放的了 只要是PCP连接 都要通过信包发起 能听懂 所以 这种拒绝服务是异常难以克服的 没有办法防犯 只能干嘛 拼贷款 它发起攻击 它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么 如果我的计算机性能比它狠 我的贷款比它高 那么有可能会 它死掉 而我 正常 听懂吧 啊 但是 各位 它有没有可能这样 我一台计算机A 像你如果发起这种工具 我把这个IP封到克服 可以吗 那这样的话 这个工具是不是就消失了 但是 如果我要采用的是 DOS DOS是拒绝服务工具的意思 我的意见 你们最好不要把它给我验成DOS 它跟DOS没关系 它是拒绝服务师工具的这种缩写 OK 但是 虽然我一直这么强调 但是很多人还是习惯性地叫做DOS 那 我的意见咱们还是把它叫做DDOS OK DOS 那么 这种东西指的就是什么 我不是一个人攻击 而是什么 我 通过技术手段 俘获一堆其他的IP技术 然后呢 同时攻击你这个原因 那我问你 你能把这些IP都拒绝吗 不可以吧 当然 如果小杨去俘获不可能 它还可以干嘛 目前一些专门的DOS攻击软件 它可以模拟变化IP 也就是说 它把它的IP 就是把包拆开 把里面的原理器改掉随起来 那这种IP是什么没有意义 有风神是什么都没有意义 那这种情况下 这只能量 更加快 这种工具现在来讲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防护的手法 包括我们 其实说 VXP和开发出来的一些旗帜 来意义对我们后面讲 但是 在我们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发现 效果不大 包括我们 在一些网上 有些开源的防震攻击的软件 我们也都是 效果也不大 一般情况下只能量啊 平台化 还有一种方法 可以呢 考虑把你的部分资源 部分的网站 信息转移到 还记得这个吗 什么 内容分发俗习 讲过吗 讲过 网头 编线 网站 然后允许把那 净钱信息是放上去 把净钱网站全放上去 这起码 你就算把我工具摊了 我的网站怎么买 只是不能登录 不能注册 是那个信息 能不能听到啊 允许了在说什么 知道了在说什么 其实这样的话 可以借助 用阵性的盖宽 或者网通的盖宽 是不是来包裹自己的盖 但是小心啊 现在这帮哥们也全心全心了 如果真有人这样的东西 流量过大的话 他会收费的 我给你 我给你 但是你要是用我的超出流量 你就给钱 我就给你 反正要小心 也就是说这东西 有可能是按大空间收费 也有可能是按流量收费 听懂吧 所以实际上我说 再说嘛 反正这种东西是 基本上来说 从理论上来说 那好办 好了 我们讲了 TCP包头的这个原理 把它拆开 然后顺便说 讲到三次我手心 能看呢 那我们来看 这是佣金匹包头 我说的 看首先 它要比 TCP包头有点简单 其次 它有选项吗 它就是什么 六十四位八个子鞋大小 我说了 进肠包头 我说过进肠和变肠的区别了吧 说过了吧 所以佣金匹是不是要比TCP要快 它既有不需要三次落手的原因 也有什么 暴徒协议自身的人 看到了 你说什么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小西人 什么 邮金匹市里也有 十六个位软件能考 十六位是什么 木料软件能考 把TCP和优基匹短口都占掉 OK 比如说巴黎 理论上来说巴黎 应该是阿塔西 应该是TCP型 但是你会发现在优基匹当中 巴黎的短口也代表阿塔西服 也代表网站服 听到网站服 听到网站说是吗 所以它一般可能就不再区分了 它就是TCP和优基匹全占掉 明白 OK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我们今天就到了 可以吧 好 今天的重点这个是什么 IPAE 下来好好复习复习吧 可不可以 有问题 有问题 那我们就在这边 吃饭吧 OK 明天跟您一帮忙 没有 就这事还得讲讲 明天后面还有些东西要学 比如说这个传输 那个就网线 明天讲的 我们再到下周一讲 好吧 OK 好了 我们就这样了 OK 发一下笔记 可以吧 对 笔记 好了 你们吃饭吧 好了 好了 发到你们的桌面上 OK 把它改成按时间的 好吧 好 好吧 视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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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